我們剛剛看到的是美國前國務卿蓬佩奧 接受媒體的訪談的時候 那對於北京近期對臺灣的武力威脅的 直接回應 另外一方面 這一次花街日報直接曝光的美軍特種部隊 外界猜測 很有可能是綠扁帽部隊在臺特訊 然而美軍的四大特種作戰部隊 都有他的專業跟特色 好我想利用這機會跟觀眾朋友說明一下 什麼叫做特種作戰部隊 其實基本上軍隊就是一個高張力高強力的 高壓力的一個團體 他們所面對的所謂的戰場 或者是面對的所謂的他經營的狀況 本來就是比較殘酷跟高壓力的 那在這種狀況下 為什麼還有特種這兩個字 表示什麼他要面臨的環境是更不一樣的 我舉一個小例子來講 譬如說我們講有些特種部隊要經過三訓韓訓 這不是一般的部隊所接受的訓練 那我們剛剛提到比如海豹部隊 海豹部隊是美國海軍裡面的一個特種部隊 他最早最早是什麼是水下爆破大隊 就是水下爆破的 水下爆破做什麼事情 是海軍陸戰隊要登陸之前的 去掃除障礙的一個部隊 那我們剛剛提到那個三角洲部隊 三角洲部隊是美國陸軍的一個特戰部隊 那聽起來這兩個性質就不一樣了 雖然後來那個海豹部隊也發展成 所謂三期作戰的能力 但是他出發的很一般 那陸軍面臨著什麼 既然叫特戰 那比較有比較會發生的就是兩件事 一個叫做滲透 我們講一個滲透空投是一種滲透 空投就是滲透 另外一種是他容易產生 在沒有重裝備之下的人 人跟人的近距離接觸 所以這種像三角洲特戰部隊呢 他就會強調的是狙擊滲透跟搏鬥這方面 性質完全不同 好那既然我們把特種部隊先做了一些分類 也把這兩個剛剛講三角洲部隊跟海豹部隊做了一些簡單的區分之後 那有人會講說這兩個部隊到底哪一個強 我想強調一件事情 我們講軍隊要分陸海空軍 就他各有領域各有專長 對 在陸軍要分部戰炮 步兵裝甲兵炮兵就是各有專長 所以說我們不一定要把這哪個量起來 哪一個一定比較強 因為他有他自己專門負責的範圍 雖然我剛剛提到說海豹部隊經過經常年來的訓練 他們變成三七部隊 那三角洲部隊有個很特質 據我同學告訴我 我是沒有去過那個特種部的訓練 據我同學告訴我 三角洲部隊的成員呢 是要會第二外國魚的 OK 這個就跟人家不一樣了 那也許海豹部隊在水裡面不需要第二外國魚 那表示三角洲部隊比較有可能是 剛剛講說陸軍的比較專長是滲透 他很可能就在滲透到敵方的城市 要能夠跟地方人民溝通 我問一下路怎麼走 也許在這種情形 所以特質完全不同 所以我們不一定要去比哪一個比較強 哪一個比較弱 但有一個特質 有一件事情確定的是 美國的特種部隊 剛剛講到三角洲部隊 或者是那個海豹部隊 算是比較特U的部隊 那剛剛明杰也提到說 他們還有一個游擊兵部隊 游擊兵部隊算 這是比一般作戰部隊 需要面臨環境比較更嚴苛的一個作戰部隊 所以像我剛剛提到三訓韓信 甚至耐惡訓 耐激訓 激惡訓這些U級部隊都必須要有 那結果U級兵部隊 之後再挑到所謂的綠北帽部隊 再挑到剛剛的海豹 或者三角洲部隊 大概結構是這個樣子 那現在提到說 國外的部隊是這樣 那我們台灣也沒有特種部隊 台灣有很多特種部隊 一樣 會某個軍種裡面有特種部隊 一定有他的專職在裡面 那我先談一下梁山特勤隊 人家說梁山的鬼啊 這個蔡總統2017年就到那個部隊去參訪 去巡視過 他就講過一段話 我到了時候才知道梁山真的不簡單 為什麼講這件事 以前在經國先世代有一次掃黑啊 發生一個叫延灣的一個監獄事件 就是監獄發生暴動 那時候還有警備總部 警察進去解決不了 除了原來的那個監獄的管理員 之外警察進去解決不了 那個是警備總部的一個部隊 這個監獄解決不了 謝民進去解決不了 然後梁山部隊進去 梁山部隊進去的時候啊 特別交代不准帶武器 招都不准帶 什麼都不准帶進去 把整個延灣監獄解決掉了 我想用這個例子來講 這個部隊訓練的扎實啊 就是我剛講的陸軍的特戰隊的特質 只是要人跟人近距離接觸的 因為不准帶武器就是漏搏了 對對對 而且還交代他們了 不能把別人打死 你只能打傷不能打 還交代他們 然後他們還完成任務回來啊 那這個這件事情 我是聽了我一個預官的 譬如是就是那個 警備總部一個監獄預官的朋友跟我講 他說他對梁山部隊是佩服在佩服 那我既然講說有各種不同的特戰隊 那我們還有一個特戰隊很特殊的 這是屬於憲兵人 憲兵的特戰隊在 大家講憲兵是不是某種程度的警察 所以他是對我們整個臺灣社區方面 如果社區發生一些恐怖事件 我先把恐怖事件作為定義 所謂的恐啊 反恐的恐也是特戰隊的任務之一 但是反恐的特戰隊是另外一種特戰隊 什麼叫做反恐 軍事作為啊 的敵人 就是軍人跟政治人物 沒有其他的人 其他叫做平民 OK 但也就是平民是沒有武裝的 那政治人物有他特殊意義在 所以軍人的對象 軍人的敵人就是軍人跟政治人物 就這樣沒有了 好 那什麼叫恐 他對非武裝能言 用軍事行為 軍事動作產生的傷害跟恐怖恐懼 叫做恐 那反恐就這樣出來了 所以為什麼有後來衍生出另外一種特戰隊 叫做反恐部隊 就是按照這個定義出來 比如說911是一些很明顯的例子嘛 那針對這些用軍事手段 對非軍事人員 所產生的軍事動作 或人民的恐懼感所產生的部隊 那麼台灣有一個那個維安特勤隊 屬於警戰署的 他做的就是這件事情 譬如說解雞 解救人質 這是我們維安特勤隊要做的 那我講了這麼多 這讓大家了解說 我們台灣也有特戰隊 也有他的性質戰 那我想針對剛剛講話 是日報提的事情 我做一些我的看法 也許我的看法沒那麼積極 沒那麼激進 我講一下 先講陸戰隊的部分 我們去年漢官演習的時候 是不是發生過超州 有隊員溺斃的事件 詳情我不便說明 但是有一件事情確定了 會發生超州溺斃事件 代表我們對超州的熟悉度不夠 對 所以我這個點 我是這樣看啊 因為我們知道有這個問題 也許這個州新型的州 或者是原來是屬於我們海下 就是海軍的海下爆破大隊的工作 移到陸戰隊要來超州了 所以我們請美軍陸戰隊派教官 來訓練我們超州 這是陸戰隊的部分 那至於講說在湖口那部分 那是在今年5月有披露出來 有所謂的 美軍的所謂的安全合作旅 那時候那時候新聞是這樣講 在PPT上面講說 美軍喝鮮奶我們喝奶 新聞這樣講 那我想從這件事來講 美軍為什麼到湖口 安全合作旅 如果這是他所謂的特戰隊 我不知道現在 我現在講的是哪 如果這是他所謂的特戰隊 我的觀點是這樣的 其實美軍一直對我們台灣的 訓練紮實度是打問號的 尤其是四個月的軍事訓練 好他現在派特戰隊來 看我們特戰隊訓練的程度 其實特戰隊是經過 一般部隊強度挑出來的 他從這裡可以來評估 我們中華民國國軍訓練 強度到底怎麼樣 我是比較從這個點來看 好但是在政治操作上 這就有用了 我的確派了美國現役軍到台灣 然後瞭解台灣的作戰實力 那我當然會把他們訓練好 那這個也是對岸的一個暗示跟表態 我答對